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谓好学也已 这就可以称得上是好学了 其实这一章讲的是君子的这样的一个日常言行的最基本的要求 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 不应当过多的去讲究自己的饮食和居处 那么在工作方面应当勤劳敏捷 谨慎小心 而且要精神的检讨自己 请有道德的人对自己的言行加以匡正和指点 不要一味的去追求物质的享受 不要把贪图安乐 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追求真理 既有勤奋的精神又有高明的学习方法 这样才可以算作是热爱学习 其实这也是孔子对学生的教诲 也是孔子一生他自己求学精神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写照 所以说有的时候想想人活着并不是为了求得 仅仅是求得保暖安逸 还应该有一种比较对理想的这种追求精神 这样的话有了一个比较伟大的理想之后 一个人就不容易沉迷于物质的这种欲望 还有这种克制自己的能力 把对物质的追求提升为对这种真善美的这样一个追求 这样的话人活着就会扩大一些 就不会特别的去计较这种个人的得失 个人得失 那么就会接近于有道之士 所以说孔子的学说 值得我们很注意的一个地方 就是对人格的这样的一个重视 孔子呢不单希望每一个人能够生存 还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生活 然后人和动物呢 它是有差别的就在于人有道德或者精神的这样的生活 而动物呢 它只有物质的这样的生存 所以我们要发展人性 培养人格 那么最根本的是要修身利得 所以大学当中说了一句话叫 自天子一知庶人 一事皆以修身为本 这其实也是孔子的一个最基本的主张 那么这几句话呢 就是对君子提出了一个 对君子之人格提出了一个比较具体的 相对比较具体 而且可具有操作性的这样一个建议 就是君子实物求保 居物求安 名于事而甚于言 就有道而正言 可谓好学也矣 好学 对今天呢 还有很强烈的指导意义 好 这则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